你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他在建议洗衣店 你好像对孔律师 并不是很满意的样子 他的家庭不是很好 孔律师被贤佑已经很吃亏了 总之贤佑的另一半 我要找一个不输别人的喜欢 我已经说过那丫头不行了吧 可是她为什么还待在这里 难道你觉得不行 我就应该要听你的吗 对不起 不把她赶出去 我就离开这里 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 爱乘着歌声 哎呀